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你只要打开电视网间新闻 就只看到他思宣来主播 要不就是主旗来主播 那今天会跟我们讲的是 新闻现场的人生摆态 那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因为思宣本身是新闻主播 所以我就说文字 你们一定是熟悉自己写 那美编的部分是谁做的 是阮丝仪 他第一次的文宣作品 而且他自己说 老师我应该可以加入文宣了 加入美编这个部分 除了他幻画之外 他也开始来做这个部分 所以阮丝仪 他其实也在人生的规划里面 是要让自己越来越好的 所以非常感恩阮丝仪 他现在在我们的池大来当新生 那在这边 我们也从这里看到了 健苦之福的创契机 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的主播曾经在2020年9月30号 来过我们的主场来分享的就是有关于信念 那同时间呢 他其实跟我们结缘最早的时间 是因为他来拍摄我们有关于电子书的 那个故事 那个时代 他帮我们拍摄很棒的新闻 那对于他大家是不陌生 但是身为主播的他们呢 其实自己的新闻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发现 要搜寻他们的东西还真不容易 那但是难得可以搜寻到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 清简推述世界书醒日 大力水手普派因为吃了菠菜而变得非常强壮 而您也可以从蔬菜里选择自己需要的营养 邀请您1月11号一起响应世界书醒日 感恩美美的四川主播 他第一次来拍我们的时候 我就说你以后一定可以当主播 因为真的是 在画面上呢 看起来就觉得 哇 很开心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地卡中学 可以看到今天还是上课的日子 最近还有我们在印度联系的时候 有很多学生都跑来围观 但因为我们特地来到这边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将在5月19号早上9点的时候 要在学校来进行 大型的艺术和亦佛 而今天中午大概中午12点 现在是中午12点半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本土之中 是敢在这个时间点 过来这边进行提早的亦佛彩排 要帮您来看一期小段彩排的画面 好没关系我们让画面爬了 为什么要特别看这一段 因为要去搜寻师宣的东西呢 就是大部分都是他记者在报道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声音的一个部分 并没有影像 所以也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容易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来呼应 一方面待会我们下面的一位讲师 静瑶 他就在莫山比克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到 当时候发生这样子的一个 台风水患的时候呢 到现在产生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里面是我们真的 翻转非洲这个部分 从来没有放弃过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现在我们就要透过通关密语 然后一起到达我们的台北 来遇见我们今天最美丽的主播 也就是我们的吕诗轩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是诗轩您好 是可以可以看得到 那您先开始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 我今天是用iPad 所以等一下会请我们的幕后团队 帮我捣控一下这个PPT的部分 好的 没问题 好 今天很感谢美云老师的邀请 要跟现场以及线上的家人朋友们 说声早安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主要谈的是这个 新闻现场的人生百态 那我最一开始呢 想要用两张照片来先当做今天的开场 因为现在是受到这个苏拉台风的影响 就是整个南台湾都是这个台风警戒 那您在画面上的左手边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在某一次的台风天 我已经忘记那个台风天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了 但是当时呢 我是被派出去采访的 然后采访是要看一下说 台北的风雨在这个台风的影响之下 它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时候风跟雨都还蛮强的 我是整个人要压着这个安全帽 然后在这个防风暴雨当中去做一个stamp 去告诉观众朋友说 现场台北的风雨的状况的情形 那其实有时候我家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台风天都没有放假 大家都在放台风假 但是你必须要到外院去做采访 那我就会跟我的家人说 其实台风天你们都待在家里看新闻 看各地的灾难状况 以及气象局的最新资讯 那我们就是那个传递者 所以对记者来说 他其实在台风天上 他是不能休假的 他必须要到各个 比如说有时候是港口 有时候是山区 有时候是一些 比如说因为风雨太大 而倒下的发生一些意外的现场 去做采访 然后这时候呢 观众他才能在家里面 坐在家里安心的去看一下说 这一次台风带来的灾情 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那这也是记者 他本身必须要去 执行的一个任务 以及他的职责 那第二章您可以看到 在画面的右手边 那个是我 大概当记者没有多久的时候 第一次在这个大学学策进行连线 那所谓的live连线 其实我想在座的 以及线上的家人朋友 应该都知道说 有时候你可以在外面看到记者连线 他是一个文字记者 跟一个摄影记者 两个人一组 然后他就会在灾难现场 把最及时的资讯 透过这个连线转播 有时候还会看到一台SMG车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 把当时最新的资讯 透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连线到电视台 再从电视台去转播给 所有的社群媒体 以及观众朋友 来了解这样的讯息 那这个我也是 主要是想透过这两张突发性的事件 来告诉大家说 其实所有的新闻记者 他都是要随时待命的 那像我自己手机是 24小时不关机的 比如说有时候突然发生了地震 有时候突然有什么样的火灾意外 半夜可能又发生什么样的灾情 那都是要随时一通电话 长官打给你 然后你就要马上 赶快去搜集资讯 然后赶快回报 然后有时候可能突然像 那时候突然发生大地震的时候 长官就会说 好那你明天早上接到讯息 你就要马上出发 那这个也就是所有记者 你会发现他的手机是不关机的 而且他的所有的LINE的群组 都是百人以上 因为他必须要搜集到各方的资讯 而且都是第一手的 然后让电视台才会有这么新的讯息 及时的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 告诉观众朋友 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来请帮我看到第二章 我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谈一下说 像我们的记者日常生活的状态跟样貌 你可以看到在左手边 我稍微写了一下我们记者的每一天的作息 像我们可能早上八点半就要进行编采会议 那所谓的编采会议就是 我可能每一天要做什么样的新闻的题目 我可能就在这个八点半的时候 告诉我的主管 我今天要采访谁 我的题目是什么 那我可以拍到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长官就会说 那你今天好比台风天 我们可能要做一下 为什么最近台风这么多 那我可能就要找一下气象专家 我可能也要去气象局做一下访问 但是有时候这个受访者并非说 我今天跟你讨论好 我跟主管讨论好之后 受访者在旁边等你 你随时都可以采访到他 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状况一 受访者常常会跟你说 你可能要等我一下 我大概 我如果要赶12点的五件新闻的时候 我通常会希望我大概10点半以前 做完所有的采访 我才后置 12点让新闻准时播出 但常常会面临一个情况 就是说 我可能9点 8点半开完会 然后我9点要出门采访 但是受访者常常给你失电的时候 跟你说 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你的采访 这时候要考验你的应变能力 就是你 假设你的A受访者不行 那你就要随时有个口袋名单 你要去访B 那这个过程当中 常常会接到一些变化球 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访一些学校的学者 还有其他的 像是我刚刚提到的气象专家 他也会跟你说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但是这个稍等一下 都会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 这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 每天都很焦急 想说万一我等一下被受访者拒绝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那这也是 其实也是考验记者的应变能力 以及我们自己口袋 有没有一些常常可以受访者名单 当我的A受访者不行的时候 我就赶快及时找了B 那B也可以的话 你的新闻就可以顺利的播出了 那第二个就是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是 假设我今天要去参加一个记者会 但因为我们的办公室是在关度 所以我们关度要去到其他市中心的话 其实它的车程是非常远的 大概到30分钟到40分钟起跳 然后有时候我可能中间临时的变换任务的时候 遇到这个大塞车 雨天大塞车的情形 那可能就是记者会就不会等你 他可能就开始了 所以常常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都比别人晚一步 或者是晚个10分钟 那这个10分钟可能就会延后到你之后的作业 你就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顺利 把这个新闻能顺利完成 那再来就是我们大概赶到11点多 写稿去问新闻 12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是边吃饭 边找下午的新闻 下午的题目 这时候我们就会边打电话 问下午的受访者跟长官讨论题目说 我下午要做什么样的题目可不可以 那受访者是找谁 不OK他有没有可以接受讨论这样的议题 那如果这个受访者不行的话 那他可以再去找其他的 我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人吗 就是通常我们在12点的时候常常会因为要约下午的新闻 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可能到一点或者是中午我可能就不吃了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有时候可能是在写稿的时候才在边吃午餐 或者是我午餐就只吃一点点 只是为了要完成这则新闻报道的这件事情 那再麻烦帮我到下一章 讲到下午的时段好了 下午的时段其实跟长相差有点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就是说 我可能在办公室想好这则新闻要怎么做 可能我今天要去采访一则台风的新闻 那我想说我要去花莲的巫石港好了 我去完之后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港边的风雨 跟我想象的风雨不太一样 我想象的风雨可能是我去海边 我去港边它可能会有狂风暴雨 所以我可以讲一下这边的海浪浪高有多高 然后它的风力有多强 但可能实际上去的时候 你也知道台湾这几年 它的这个台风都是过家门而不入 所以它可能只是带来了一些些雨 然后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强风好雨 那可能去的时候就会跟我们想象的有落差这么大 那再来是第二则的状况是 我们可能会讨论到我的人脉跟人员好不好 也是讲到刚刚说 如果今天长官临时给你一个题目 那你可能要去临时找一些受访者 像是以台风来讲他可能要找的是气象专家 我可能会找大气息的老师 或者是找气象局 或者是像彭其名棚博士 还有贾欣欣博士这样子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有时候不是大家都坐在那边等着你来问 那这时候我可能访期上局访问之后 我可能要再找一个专家 那这个专家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他可能也有自己的行程 然后并非是所有人都坐在那边等着你访问 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跟受访者说 那如果今天用视讯的方式可不可行 就像我现在用视讯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方式可行的话 那我就用这样的方式来 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我实际的面访 那如果用电话访问行不行 如果他OK我也可以接受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 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个名单 说我们最常访问的专家学者是谁 那如果A不行 B不行 我就访问C 那C如果不能面访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透过视讯或者是电话访问 这个都是在我们采访现场上 我们要临机应变的一个措施跟方法 那所以就整体下来的话 我们常常会说 我们每一天其实就像是 陀螺的那样子的状态 每天都用像陀螺一样一直在旋转 那我自己比较想比喻成像马达 因为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快很准 然后你的判断能力要非常的强 你可能没有办法当下再去做任何的游移 你要非常的准确说 对我这个就是要 我就是要访谁 那我这个这则新闻 我就是要写这个方向 我想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是要非常把握时间来进行的 那再来我想帮我跳到下一张第三张 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眼中的新闻 每一次包括上一次来 其实我有分享在2015年的八星城报 因为这是我觉得我在记者生涯当中 对我自己蛮冲击的一件事情 因为那天我记得我是几晚班 那我不知道在场的人对这则新闻应该蛮有印象 因为他那时候闹蛮大的 那时候因为大埃台在 他的位置是在台北的关渡 所以他距离八星人员是非常的近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 大埃新闻可以算是那一天第一个到场的 然后我每次都会提到一件事 就是我很常我没有想象过看到救护车救人是要像排队在救人的 你没有想到八星乐园的门口外 他是排了一长串的救护车 通常我们看到救护车要过去的时候 你一定会先让他先走 可是那天是因为他们的出入口只有一个 所以他必须要排队进去救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救护车是像塞车一样这样排队排的这么长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迹象 那我常常会在分享一件事就是我到现场的时候 你有时候在那个灾难现场你会忘记自己是一个记者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同理性的慈悲心 你到了现场你看到这么多受灾的人 你可能会想要去帮助他 或者是像这一次是烧烫伤事件 你可能会觉得他已经很痛了 在面面爱好在面面哭你会觉得我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帮助他 可是那个当下我又忘记我自己是一名记者 因为那个当下是你必须要去做采访 而且主播正在线上跟你要做连线 告诉现场的观众在八星乐园的晨暴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从同一个时间点你又看到这么多受灾的人你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想了一个方法我赶快打给淡水区的师姐 我说师姐您知道八星乐园发生晨暴意外了吗 那师姐说她不知道我说您现在赶快过去 因为真的很多很多人烧烫箱而且需要帮忙 那我觉得我已经联络好慈懿之功了 那我的任务接下来就是我要专心做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把我眼前所看到的所用手机 我那时候那时候手机还蛮盛行拍拍影片 所以我就赶快用手机拍摄影片传回大爱台 那就透过晚间那时候晚间还有夜安新闻的十点新闻 所以我就赶快赶紧把这个影片拍摄好传到公司去 然后请公司的同源帮忙后置 那我接着我就用电话连线 因为那天其实太多媒体进去了 所以网路也很卡 加上受灾人太多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或者是说想告诉家人 今天发生这么重大的意外 所以那天晚上的每一则影片 其实都传得非常的辛苦 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太重大 后来所有的那天晚上大概到凌晨三四点 事情才稍稍缓解 因为把当地所有的患者都已经送到医院去急救了 然后我记得那天大概十一二点才从那边离开 然后也是做了一则早上的新闻 为的是要让0630的早安新闻 它可以及时露出 在前一天晚上在新北的八仙乐园 它发生这么大的重灾的意外跟事件 那再帮我翻到下一页 第二个新闻我想要谈的是 最近的这个卡路台风的余味 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感 这个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想到说卡路台风 它其实没有直接到台湾来 但没有想到它引进的这个新南气流 带来的抢风豪雨会重创我们的南投仁爱上 那这一次这个新闻当中呢 其实我看到的是 慈禁在社会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自己的很多记者朋友们 他们都会很敬佩地告诉我一件事情说 你们慈禁到底怎么动员 可以动员得这么的快 每一次有灾难 你们都比政府单位动员得还快 他们问你们到底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都会跟他们说 其实志工在社区的分布 跟凝聚力是非常的强 所以当政府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的情况下 政府就要一开口 然后志工只要能做得到的 我想每一个人在 他就像是社区的小小螺丝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动员很快 积极力也非常的高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第一时间 像是之前的复兴空难 那天非常的冷 然后志工也是及时动员热食 煮热食 面包 然后热汤 姜茶 然后甚至是那种有一个炉子 然后可以让大家在那边取暖的那种 还有茅态 这个积极力都是非常的快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想每一次的灾难新闻 我们都会去看就是说 这个社会它需要什么样的援助 以及实际在每一件事件当中 它所能去扮演的角色 以及它所能提供的资源到底有多多 那再帮我换到下一张 接着是我想要谈一下这个灾难后的省思 就是也成立我刚刚所说的 因为台湾最近几年 其实小就是它每次每发生一次灾难 其实都是非常大型的灾难 然后都是会造成比如说土石流 然后非常的严重 或者是这几年的强降乳是非常的快 更急更多 所以一下子卡卡呢 一个小时就降下了100毫米的雨量 导致我们的现在的排水系统 其实没有办法附和这么大的雨量 那就会造成很快的就淹水了 在高雄 屏东以及台北 其实也很常发生这样雨量排水不及 所以会发生这个淹水的灾情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天灾频传的情况之下 我们媒体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们在这个角色当中 我们要去探讨的是 这个社会它需要去改变什么样的 譬如说排水不及这件事 我们就去看说 为什么这边的志宏状况怎么样 这边的排水设施怎么样 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是要发挥我们媒体监督的角色 去监督政府 它其实需要去改善 去做什么样的改变跟措施 才能让我们的淹水灾情 不会再这么的严重 那第二个就是 现在很多电视媒体跟社群平台 都是以点阅率为标准 譬如说你可能 这则新闻po上网之后 它转发的次数有多多 它点阅率 有多少人来看这则新闻 其实现在都是以这样的为导向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要去做一些比较 大家爱看的 可能譬如说像 大家可能会在网络上 看一些暖心的 或者是一些宠物的 或者是一些社会事件 包括之前前几年 大家媒体最爱爆的监视器新闻 因为这种新闻它很短暂 你一看你就会觉得 被吸走了很吸睛 或者是宠物很可爱 然后或者是说这一家人很可怜 然后他接受了什么样的资源援助 然后得到了什么样的改善 其实大家都会不同的议题 跟不同的受众 他会有不同的顶月率 那我想讲一句就是说 有时候常常会问说 你们媒体爱爆啊 你们不能怪观众爱看这件事情 可是你们都是为了要爆一些 比如说有新山色 这种东西的 大家比较爱看的 那可是有时候 你转看大爱台的时候 大爱台是不爆这些东西的 大爱台比较爆的是 它可能是要让你看到 这个社会有哪些地区需要帮助 我们能发挥多少的力量 去帮助这些在社会上比较弱势的人 像前阵子我们比较常去报道的 就是基友的关怀 以及说是一些基友的议政 那这些我觉得 相较其他媒体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我们算是 这个是大爱台比较优势的地方 那再来我想要再帮我传到下一页 我想谈一下新的转变 就是如何在大爱电视 大爱新闻当中 你去看到这个社会的美好 下一张帮我看一下 就是说这则我想要讲一下说 是不是一则的新闻的温度 以及感动力和它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 就是我们的人情味 那大爱台它最近也开始慢慢 我们的大爱新闻 最近也开始慢慢转型 要做比较深度的人物报道 或是比较一些深度的暖心的新闻 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赖于 每一个社区职工 他们提供了一些人物故事报道给我们 然后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成就 可以做出这样这么暖心的报道 那我记得我以前刚 进到大爱新闻工作的时候 我的主管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今天制作一则新闻 这则暖心的新闻 你只要能影响到一个人 那你这则新闻就是成功了 你不要去在乎他有多少顶月率 而是你今天这则新闻 他能感动到一个人 这个人会因为你的这则新闻 而做出改变 那对这个社会来讲 他其实就是有他的影响力 我们不要去奢望说 我这则新闻可能要影响全台湾的人 我觉得有点难 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小 聚焦在我只要影响到一个人 今天这个人看到你的新闻有感动 他愿意成为索性向下去帮助其他人的人 那这则新闻就是非常成功的 那也能发挥到他的价值 那再来帮我倒下一点 第二个点是我想要谈一下 最近我在播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有感触的是 刺激在教育的这一块 因为像偶件上人曾经讲过 所以你要翻转一个人的命运 你要从他的教育开始 那我也蛮认同的 因为我觉得看人蛮多性啊 奖助血金或者是帮助一些弱势海童 像我们有时候 志工也会去关怀一些弱势海童 会有时候现在3C是蛮普遍的 可是对于他们一些弱势 经济比较弱势的小朋友家庭 他们是可能连一台笔都买不起 那我觉得慈激在这一块 他扮演了一个很棒的角色是 他让这些孩子有学习的机会 他的学习不会因为说我今天比较穷 或者是我今天家庭不好 或者是没有人帮助我 我也拿不到学校的资源的时候 实际他在这一块补足蛮重要的角色 即便他拿到的电脑并不是完全新的 至少他在作业的这一块 以及他在学习的这一块是不会间断的 那我觉得从教育助手开始是非常棒的 第一个我们能补足他的学习机会 让他不要中断 第二个我觉得志工在这个陪伴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常常会看到 其实我觉得志工非常厉害的一个点是 他不会把这个小孩当作是外人 常常常常常年的这个陪伴下来之下呢 他会被认为他是第二个他的第二个爸爸妈妈 他可能比所有的他的所有亲戚朋友还要关心他 然后他会让这个孩子不会走到不会走偏路 也不会去学坏 他会告诉他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要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是慈激在贫困家庭跟教育这一块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 这是我这几年自己在播一些我们慈善跟教育的新闻的时候 自己感触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也体会到之前上来有说到教育其实是翻转名义的根本 那最后一个是我自己想谈一下最后一张 在讲我自己心境的转变 以前我们刚进媒体的时候都会觉得记者在 就是在电视机前面他是一个非常风光 他是一个非常漂亮 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色 所以他每天都打扮着漂漂亮亮的 穿着非常亮丽的颜色 然后在电视机前面这样子漂亮的播报 最新的资讯给大家 那常常就会觉得说 那我也想要像其他主播一样 其他的新闻记者一样 弄得漂漂亮亮去揽头发去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后来有时候就想想说 其实那些好像都是身外之物 真正要提到的是 上有曾经说 其实你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在跟内心 以及你的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看待你自己这个人 那外在对你的评价 包括粉丝团的人数有多少 今天的这则新闻点阅率到底有多高 其实都不重要 那都是外界对你的分数 重点是我们自己如何看我们自己 就是你要对自己打自己一个 就是说这个成绩是要由你自己帮自己打 而不是外界来帮你打成绩 那也曾经有一句话是说 看不见的拥有是最珍贵的 所以也印象上的说 其实最重要是我们自己心里怎么想 而不是外界怎么去帮我们来打这样的分数 那今天就是我以上短暂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疑惑的话 可以再次下来问我没问题的 谢谢 好我们再次掌声 哇 是不是基本上刚才你说 看不见的拥有是最珍贵 导播我们主要是他 我的话小小格就好了 就是在这个当下里面呢 看不见的拥有是最珍贵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 其实思轩呢其实是非常年轻 我们佩甄啊在高雄这边很少在写留言 他竟然写 思轩像偶像剧的美女主角 近大爱电视台与诸上上人结善缘真好 我也觉得第一次就是思轩来 就是来访问我们电子书的时候 我真的就是整个过程以后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以后应该是可以是当主播的 那其实记者当主播 主播这样我们都会想说 主播是到底要是怎样的一个形象 就如同刚才我们思轩讲的 其实很多的主播啊 他其实是每天都可以很亮丽的 可是呢其实刚刚我们的团队在后面就讲说 思轩今天完全并不是在大爱台那边 然后没有打灯光 可是画面上的他还是一样的怎么样 美丽亮丽就是让我们觉得 哇就是很想很细经很想看看他的一个感觉 所以让我们非常感动 而且您在说的一个速度 其实30分钟其实是还没有到 如果说您有要任何一个补充也是可以 我们高雄的蔡碧娟就说 新闻从业人员一向对时事讲究很快很准 事先主播美貌与智慧是兼具的 连分享的速度都跟播新闻一样快 他比新闻还要快吧 他今天的速度比新闻快 大爱电视台是媒体的清流 而我们的主播就是传法人 把美善传递给社会大众 是一般非常重要的正能量 感恩主播您专业的分享 而我们加拿大的管心灵 就科技展神通 传爱无障碍 居家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新闻工作团队上山下海 吃苦耐劳 带领乐听大众 便走海角天涯 掌握全球的脉动 看尽人生的百态 协助弱势教育 实在是功德无量 那大爱台接引我认识慈记 了解慈记投入慈记 大爱新闻更是海外慈记 人不可或缺的精神资良 感恩人美心善口调 清晰慈悲智慧的诗宣主播 让我们清楚知道 新闻从业人员 目前幕后的孜孜眷眷 勇猛精进 你看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在听 真的很认真在听 那高雄的于如就感恩大家记者主播 坚持与用心 暴增导正给予社会正向的能量 能是引人向上 为上与大众结善员 才是新闻真正的一个价值 感恩施宣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分享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我相信有更多的家人 您可以透过留言 然后让我们知道 在听完主播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 对于无论是新闻的播报 我们才知道说 整个要让新闻播报这样子 其实刚才他有讲一个等待的时间 他说等一下 那个等一下是等很久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电话内心也很多的焦急 还有一点点时间 您是不是有要讲 我再补一个陈淑满 就在这边 他说感恩施宣主播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记者生活的日常 只要能够感动到一个人 这则新闻就有价值 很令人感动的大爱台的一个价值观 非常感恩美女主播的一个分享 日本的试验分就说 感恩大爱新闻主播与诗宣师姐的分享 一幕前光鲜亮丽的身影 一幕后分秒必争 惊涛骇浪的采访行程 其中甘苦非三言两语能道尽 大爱台的理念非盈利为目的 大爱台的同仁若没有慈寂人的悲心 若没有传爱扬善的使命感 恐怕是难以胜任 真的是一位勇于承担不平凡的一个记者 现在越来越多 我要说给你分享 结果很多留言 我再讲一则留言 您就稍微再回馈个两三分钟 没关系 我留言很多 好 我们山东威海的王会说 新闻现场可以看到人生的百态 大爱新闻主播与诗宣师姐的分享 让我们看到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新闻人 需要发挥赤苦耐劳的一个精神 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好奇心 更要不断的充实自己 在很多事情 电视台都是追求 节目的收视率的点阅率 大爱台不同之处 却是不去追求这一些 作为大爱台的这一些主播和记者 你们真是很了不起 让大家看到每个新闻故事的后面 很多人有感动美好的一个地方 重庆的尹大文 他说大爱主播与诗宣 现场报道智慧显 辛苦快乐人情味 光鲜亮丽慈悲线 大理的云南大理的阳影说 暴政导政 慈激人做慈激是生命里的故事 也是人类史重要的一部分 大爱台的报道是媒体的一股金流 让世界亮起来 你看已经到了一圈 无论是在大陆或者是加拿大 日本台湾任何一个地方 马上及时回馈 来两三分钟 是 您可以 您可以最后两三分钟 要讲些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 就是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回馈 但是我自己 因为过去几年 我都是在做新闻 播报这一件事情 现在主管也有鼓励 我其实在回到线上来进行报道 那最近 这几个月开始 我有在做一些专题的规划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 其实大爱新闻它最近 应该说这两年它其实开始慢慢转型了 就是说我们不再去做 其他台你可以看到的 比如说即时新闻 比如说火灾新闻 或者是车祸意外的新闻 我们可能会切的是比较深入的 这边要偷偷帮大家 帮我们大爱新闻打一下广告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做了一些新闻事件 那我们假设唯一火灾举例好了 我们可能就不去报道这一间 假设是一个老窝火灾 那我们可能就会去 不单只是报道这个老窝火灾的事情 我们可能就会去深入探讨说 那它有没有装住警器 那这个地区的消防 它住警器的宣告率到底有多高 老窝装住警器的这个数量到底够不够 那这个背后我们可能会再去找一些建筑安全法 回去做一则深入的探访 这则新闻它会是比较厚 比较深比较广的 它就不会只是一个单纯 你看到说今天有一个老窄 它发生火灾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事件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给我们大爱新闻多一些鼓励 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换了新的实景版面 大家在转到大爱台的时候 在新闻时段播报的时候 有看到我们主播后面的背板 是一个实景的棚了 它是有你可以看到它有电视墙 它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也是我们想要一直紧紧要给大家 给观众一个不同的视觉享受 那也请大家在早安午安跟夜安 这三个时段 只要是吃饭时间都欢迎打开电视 来说看一下大爱新闻 再给大家不一样的新闻报道 非常感恩这一段的一个补充 所以我们也敬请期待 的确上人到大爱人文字业中心的时候 你们就有去呈现那个背板 让上人看到这一则新闻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其实我在高雄 我并没有随时 可是他这样一讲 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大爱新闻有播 所以大爱新闻可以让我们博学多人 绝非不是只是知道慈激事 慈激事 慈激人一定要知道慈激的脉动 我们才能够去讲 但是重要的是您看看 今天就诗轩所讲的 今天要报道一则 如果是火灾的新闻 绝对不是这样子 换过去有一则新闻而已 而是那个深度广度 后面做了很多的一个阅读 所以我们的记者长期下来 一定也是比较他的深广度 包括学士这个部分 也可以借由这个部分来提升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就是大爱新闻让我们博学多人 而他们自己也日益的精益求精 所以无论是早安 尤其是早安慈激情 大家知道吗 就是可以透过全球的慈激人 然后来就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也上过这样的一个 最新的早安慈激情的一个节目 那同时间呢 我们也很希望各位呢 就是多多珍惜我们大爱新闻 当然如果有任何的回馈 也可以让思轩他们知道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今天思轩的上线 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 一个身为媒体的人 尤其大爱记者呢 他们其实心境的一个转化 真的非常的重要 感恩思轩 美美的思轩 下次期待实体见面 谢谢 好 我们看你很容易啦 就是打开 尤其是晚间新闻 就常常看到思轩或足迹 或者呢生活其他的家人 那大部分他都是晚间新闻 好 好 这次感恩 美美的思轩 感恩 谢谢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活络筋骨的时间了 好 虽然呢 今天呢 人数都精减 我们主场人 我就发现说 真的耶 上个星期还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今天有要读书会停吗 我说